恭喜中華政治面積全國總會十年有成 集結了相關裡面的專業人士 用心打造了多尊的交流平台 第十屆都更新展望論壇展開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動 公辦都更願景 圍繞重建 都更展望等主題來探討 創造產官學界都更交流 我們這次的論壇 已經是辦第十屆 有關國家未來 民眾對圍繞都更 我們中華都更總會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每年舉辦的一次 今年四大主題跟往日的主題都不一樣 我想這個我們想大家 今天這個活動完了應該會有很大的收穫 我們國家成立了國家制度中心 這幾天來十四都更三華前世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參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條例的前面關修 現在的政策更是越來越經 連外島 馬族 金門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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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工的已經達到77% 所以我們稱為為勞都更的教護 內政部發處長 他在執行政府都更 為勞政策上 由他努力深入了解問題 修法克服的堅持 才有今天的成績 我想都市更新進入到可以展望 其實背後大家的努力 當然怎麼樣把都更圍繞 推動得更廣更順暢 讓大家對未來的改建越來越有希望 絕對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無論是政府或者是民間 大家一定要繼續努力 大家也知道這些年來 我們都更和維老逐步的成熟 到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大概一年維老案件 全國大概可以超過800件 都更大概都可以超過80件 而且來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 都更加維老產官學之間 結合起來的那個量分 更能夠幫助整個城市環境的改造 所以說無論如何今天這個題目 都更新展望 其實對政府是莫大的挑戰 但是這個挑戰卻是民眾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說大家好 論壇闡述及討論中央及地方都更新政策 讓社會各界認識了解多元都更展望 也協助政府未來制定相關法規與制度時 能兼具多元聲音 提升圍繞都更的效益和效率 促進都市永續發展 記者問軍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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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